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在军途》,我是岛主 这两天岛主又有活干了 一个朋友,准确的说是个异性朋友 有些小伙伴可能都认识的 然后也准备玩房车了 玩拖挂房车,让我帮设计一块 但是他这个要求太犀利了 也挺费神的吧 不过还好,我现在琢磨了有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基本上成型了 是什么呢? 他要求就是说要有两个单人床 然后有两个独立的空间 然后也像我那个蜗牛三号一样 有这个大厨房 然后他有那个就是卫生间还要大 大卫生间、大厨房、两个单人床 然后两个单人床还得是独立的空间 所以这就是有点难度了 但是琢磨了一个多星期 还成,今天终于琢磨出来了 然后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大家帮看看这个车岛主弄的怎么样 首先这个布局肯定还是按照窗的位置什么的不能变 因为你这个变了可能上牌上不上 基本还是按照我的蜗牛三号外窗的位置 然后基本的布局也是这个布局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这个床给它怎么放的 现在我的车是这么设计的 设计出众咱要了解人家的实际需求 首先两个独立空间 那我这车本来就是两个独立空间 对不对 这有个拉门 这里也有个拉门独立空间 然后它要大卫生间 大卫生间 我原来这个卡座是到这里的 1420我记得 那现在我就把原来冰箱这个位置往后移 因为它两个人 这里是个对座卡座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也能坐两个人 反正四个人勉强坐 因为就80公尺宽 正常这边坐一个人 一个人相对舒服一点 这边坐个一个人 这样的卫生间就非常大了 卫生间在1米3 90乘1米3的卫生间 在房间里面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还是这里还是厨房 这边也是拉门 那拉上之后 这个独立的大厨房还是有的 这个卫生间大的 绝对满足它的需求了 然后这里我给它做成是个U型的卡座 那U型的卡座 这个位置我加宽 加宽到700 变成一个单人床的宽度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两个单人床 单人床 它可以是卡座壳变单人床 那这个呢 直接就是个单人床 然后把这个桌子放下去 就可以变成一个大的双人床 这个床还是1米47 1米47 却两边的板应该有1米43左右 因为这个朋友呢 他是个异性朋友 是个漂亮的妹妹 然后跟我说 要设计两个独立的空间 我想你两个女生 住一个床就好的 这样方便一点 但是他说不是女生 那我在想可能就是男朋友 或者啊 咱们揣测一下 就是那个关系还 那窗户纸可能还没捅破 那男朋友 所以呢 我就是这样说 设计什么好处呢 万一那窗户纸 背一捅破 这就是一张双人床 然后呢固定的 这个就俩人在这吃吃饭 挺好的 对不对 那在这个窗户纸 没捅破之前 哎 这边睡一个啊 女生嘛 睡里边 男生嘛 睡外边 门一拉 哎 起个保护 对不对 但我估计 这这这就扯淡 睡也睡不到一两天 对不对 哪都在一个车上睡了 你三天之内 是不是 你还不住这儿 成绩出来 不枉为男人呢 啊 那咱们就是这么 这么一说啊 你们也这么一听啊 那他这个呢 好处就是 他确实有两个单人床 这个放下去 非常好的一个单人床啊 单人床 然后冰箱啊 他这个冰箱夹大 冰箱给他设计的是 138升的 因为他冰箱移过来之后 就可以从地下起来 冰箱在这里是龙骨 所以冰箱上提 啊 原来的冰箱是85升的 那他这个冰箱是138升的 然后卫生间嘛 他要一个 呃 合适马桶 所以马桶给他放在这里 门在这里开 这里进去 然后 马桶在这里边 这边呢 洗澡啊 洗漱台 洗手 洗菜 洗洗脸池啊 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卫生间是非常宽敞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做干湿分离的还是不够 啊 毕竟是1米3的卫生间 干湿分离的是不够 但是直接做个卫生间 是在房车里面非常大的 这边还是洗菜池 然后这边是那个 燃气灶啊 抽烟员机的上面都有 跟原来一样 这就是小两口啊 在里边 是 人家没说是 啥我就给人订成小两口了 估计的啊 哎 在这个车生活就非常不错了 这个好处为什么是这样的设计 是你有两个固定的这个单人床 那你还需要有个桌啊 你说哪怕你看书啊 玩电脑啊 对不对 都需要个桌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变来变去 都是固定的 那它设计的就是两个 两个人的这个房车啊 两张单人床 互不睡觉 互不干扰 两道门啊 一道门 两道门 然后呢 这里去卫生间 这里去卫生间 都不会经过对方的门 相对安全一点啊 然后男生吗 睡在外面吗 正好在门口这里 哎 保护女生也挺好的 然后跟我之前那个蜗牛三号一样啊 排风扇 两个窗 加门通风 这里是三个窗 然后排风双向换气扇啊 卫生间啊 窗换气扇 这里呢 有窗 抽烟机 都是一个每个区域 这是一个区域啊 啊 这里呢 是一个独立区域 卫生间一个区域 这里一个区域 那就是一二三四 四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独立的窗 独立的通风系统 那在小的空间里 这样的话体验就非常的舒服了 然后这个车的电啊 这个车的电呢 他因为两个人可能都是玩电脑 玩电脑比较费电 所以呢 电呢 可能给他设计的是六百 然后他要求这个空调啊 还要求这个家用空调 家用空调 我一直挺头疼的这么设计 所以这个还在想争取 尽量把家用空调给他装上 但是呢 家用空调装在这里嘛 增加下力 还不太好 所以呢 我的主张是还是尽量装在轴的附近啊 装车轴的因为重嘛 他这个毕竟有个25公斤 包括我这个水箱啊 设计的也是在这个地方的地板的下面 轴的上面 这样你装水不装水 他都压着轴的车底下 非常的稳 是你装水 他都他更会稳一些啊 因为重量在下面 像那个不倒翁的原理一样啊 这样的话车会比较稳 开起来 那你如果正常的水箱 他们一般是装在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你装水之后 这个就完蛋了啊 那如果我能把这空调 给他装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那他车顶呢 就不用顶制空调了 顶制空调没有呢 那整个车顶 就这里一个换气扇 这里一个换气扇 面积就大了 那这么大的便积 我准备给他装个1000瓦的太阳能板 1000瓦的柔性太阳能板 然后配600安时的锂电 3000瓦的逆变气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配置起来 就玩起来很不错了 用电呢 各方面呢 都没问题的 因为它冰箱比较大嘛 所以我的太阳能板 电池要大一点 包括储物空间也大了 这里的储物空间 你看 这里的储物空间 这下面也是储物空间 然后重量级的储物空间 都在前面 不会破坏 这个减少下压力 这样车开进的 还是会稳一些的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储物空间 它这个就不用室外厨房了 然后带个卡式炉就行了 因为以我的经验 还是室内厨房玩的舒服 基本上就是给它设计成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颜色嘛 还得抓紧给它定一下 定一个什么颜色 我还是倾向浅色 因为深色的套色的 灯光打着看着高大上 关上灯了 早上起来 平常白天在车里 感觉很压抑的颜色深 也不可能24小时都开着灯 全开对不对 但是一般厂家宣传的时候 都会把灯光和氛围灯打开 赶紧看到最好的效果 实际我们自己住里面 氛围灯是非常费电的 几乎没有外接电源 不可能开 所以你永远看不到那个效果 所以房车 有的时候你设计起来 它特有意思 你知道吧 它不是说你自己随便摆 摆哪个位置 你首先要想到 它的一个平衡的 一个下压力的一个稳定 然后还有一个规范 能不能上牌 法规等等标准方面 各个方面 你才能想去怎么设计这个房车 怎么去布局 怎么去改动 其实都不是很简单的 其实这么一个简单的设计 也会遇到很多难题 其实包括空调具体的位置 空调管的走向 然后内机的位置 外机的位置 然后安装之后 整个车平衡稳定的一个东西 都要考虑进去的 所以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而且如果自己真正能把这个车设计出来 然后得到了这个朋友的认可 那厂家也能给它去做 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 这个因为改动不大 我感觉 然后又能促进一个美好的姻缘 那岛主也是功德无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这个设计 大家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帮帮岛主 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岛主也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在囚图 里面有私人微信 有事您留言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